日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包括一个坐政府第四班包机 有武汉回港的女人,她没有病征 另外印度旅行团多一个团有确诊 她住在大坑、瑞士花园也没有病征 卫生防备中心说留意到市民近日对防疫有松懈 呼吁市民继续小心 梁家义报道 新确诊的38岁女患者在深圳居住 1月中由香港坐高铁去武汉 住在江汉区她妈妈的寓所 期间没有外出 到星期四坐政府第四班包机回香港 入住检疫中心 她没有病征 星期五抽取呼吸道样本 证实对病毒呈阳性 医管局说由武汉回香港的人 431个样本里面除了这个患者之外 其他人士都是呈阴性 中心形容当中有人确诊是意料之内 由武汉接回来 都已经做到最尽的防止感染的措施 他们自己连乘客都穿着保护衣 所有人都已经坐得比较开 其实这些都是防止他们交叉感染的措施 所以对于其他乘客的风险已经减到最低了 另一宗确诊个案是印度旅行团 一个73岁女团友 她和丈夫同行 在2月19日提早离团回香港 中心说他们回香港至今超过14天 没有安排他们入住检疫中心 那个女团友住在大坑瑞士花园一座 一直没有病征 星期五去养活医院 抽取呼吸道样本 初步呈阳性 之后到马例医院再检测 样本呈阴性 进一步检测之后确诊 早前确诊的马主周巧怡 都是住在瑞士花园 中心又说留意到 近日疫情趋势 以致市民的态度都有转变 我看到市民好像现在 可能开始有点松懈 其实现在虽然你说内地的情况 好像开始有点受控 但是现在我们开始面临的是外地 因为其实现在疫情已经去了很多地方 她说市民应该考虑延迟外游 要公干的话都可以考虑 利用网上开会等方式 有线电视记者梁嘉宜报道